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 欢迎来到明镜正线 刚才啊 老兵呢 给大家介绍 中国的这个在苏丹的撤销情况 非常的优秀 然后呢 很多网友也说 提醒老兵了 我们战狼到位 那么美国队长在哪里 看来美国队长啊 存在于电影当中 只不过是美国式的 易营式的这个自嗨 对不对 很多人不是喜欢嘲笑战狼吗 那战狼不就是在这里吗 所以我跟各位讲 就相当于什么 原来 为什么 他们老是喜欢贬低战狼 为什么我说过 中国人是不可以有血性的 强大的 具有各类英雄色彩的男性 只能是美欧的男性 只能是白人 而中国人 只能是寒流式的小奶狗 和吴亦凡式的小娘炮 这种男性的形象 才是中国人的男性形象 怎么能够有一个战狼呢 而且大家要知道 这次有网友说 老板 没想到近距离看这个照片 我们的052D 054A 怎么这么庞大 这么巨大 可以带这么多人 我跟各位讲 有机会 你可以去这些中国的几个军港 你可以近距离去观摩 那个军舰 都非常的巨大 非常的庞大 你想想看 这里面都要带了很多这种导弹 是不是 但是呢 有一点 确实 我觉得 我们不能让美国出了风头 我们都是能够客观的 来做一些报道 那么 比如说美国 它有一个方面 我们也要跟上 就是这次 它的这个武装直升机 进入到这个苏丹首都 去接他们的那些官员 美国人 他就是 我说过 WC和American 是两回事 所以很多人 就像我昨天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那个叫什么红哥 他在那里 以这个 高傲的 骄傲的 华伦华侨的一种身份 回国来 他妈比 贬低国内 这不好 那看不惯 这不看不惯 什么 弄一堆什么 什么刷脸支付 哎呀 这扫码 哎呀 我都 哎呀 这都很麻烦 他就在那边讲这个话 就说明 在海外 他们很难接受 这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现在在中国 点餐刷个脸 很正常 那他们会说 哎呀 是不是 什么个人信息 你他妈的 有统治阶层 你就有被统治阶层 到哪不都一样吗 美国不是有 冷静门吗 美国还监控 监听 监视监听 自己的盟友呢 你美国老百姓 每个电话 关键字给你监听 不是很正常吗 对不对 那同样 政府都是 都是在监控我们的 因为他们是 统治阶层 那他们监控我们 那只能被监控了 但是在同样 被监控的情况之下 我还能够有 如此便利的生活方式 我为什么不用呢 在美国还用现金 刷那种屌信用卡 都out了 中国现在都不流行 这个东西了 现在谁出去 还刷信用卡 是不是 都是刷脸 扫码支付 你看 他就这个东西 他就接受不了 这一大堆 你接受不了 说明你在 你的生活模式 生活方式 已经落伍了 所以别老是 一副高高在上 指高气昂 好像瞧不起国内人一样的 国内人 他妈的 你看看这个五一 这个五一多 他妈的火爆 那种酒店 都涨五倍 四倍 都他妈的抢不到 天天说 中国经济不好了 中国人穷了 完蛋了 那这些 景区里的这些人 出来不得有车票吗 中国高铁票也不便宜啊 啊 飞机票现在也不便宜啊 啊 那这些人的 兜里的钱哪来的 啊 是不是 所以我想说 啊 而且现在政府 也是各方面 你看这次苏丹撤侨 华春莹 也是对比中美 从苏丹撤侨的区别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 发言了华春莹 42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 对比中美两国 在苏丹撤侨公司上的区别 华春莹的推特表示 最先是最后 中美之间又有一个区别 当然外国遇到危险 美国官员会先自己撤离 也就是说 我说的什么 就是说 他武装直升机 直接就开进那个首都 这他妈的是有点耍酷啊 他料定说 那交战两番 不敢打美国的这个战动机 要不 只伸飞机 是 但是他用如此高难度的 这种动作 撤的是美国的官员 使领馆工作人员 美国大使谍报人员 撤的是这些人 啊 那 美国的老百姓 他就不管了 所以我说过 你有的人 真的 你看中国政府是在管我们 战狼是在管我们 美国队长只管达官显贵 你不是达官显贵 你不是白人 或者说不是 美国现在这个政府当中的这些啊 黑爹啊 他是不搭理你 不搭理你的 所以懂吧 这就是对比 美国他可以出动 武装直升机 如此啊 牛逼 赌 双方都不敢打他 去接他们这些达官显贵 而美国公民去年妈的蛋 你们自己想办法 自己想办法 啊 阿富汗大溃淘也是的啊 他妈的 所以你看看中国 啊 如此庞大导弹驱逐舰 啊 导弹驱逐舰相当猛啊 那相控阵雷达 都定了那个地方啊 也一样 中国其实也一样 他两军也不敢对中国的 公民怎么样啊 对吧 那个导弹都是垂直发射 什么叫垂直发射啊 相控阵雷达加垂直发射啊 台霸子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啊 这个玩意儿是很猛的啊 垂直发射就像那个导弹发射警一样的 啪 导弹马上就打出去 啊 华春莹的推特表示 最先vs最后 中国之间又一区别 当在国外遇到危险 美国官员会先自己撤离 而中国交官总是先帮助 本国公民撤离 最后才离开 啊 华春莹在文章的配图中 对比中美在苏丹 撤侨工作的不同 图片 左围中国军舰撤侨的画面 并配文 中国已派出两艘军舰撤离 940名中国公民 图片右边 列举了美国主任媒体 关于美国撤离的报告 包括有些电视新闻网 美联社 美国政府迅速用飞机撤离 美社会工作人员 却没有协调撤离 美国公民的计划 啊 所以说我说过 那很多网友提醒我说 哎 老兵 是的 你看 美国队长在哪里 对不对 啊 所以我就说了 那些在海外的 啊 有高华心态的 不要有这种心态 啊 你呢 他妈的逼的 在海外啊 如果混不下去了 回国呢 还他妈油条后路 对吧 在海外搞得牛逼兮兮的 屌兮兮的 啊 有可能你会被列为 不受中国政府欢迎人员 禁止你路径 到时候你就扯淡了 还有一点 我当初在海外 我也不加入国际的 问你知道为啥吗 啊 不是说我不能加入 我要加入很一路翻唱 但是说句实在话 中国国籍 你他妈退掉 简单 拿回来真的难 我在日本的一些朋友 也是啊 啊 那些聪明的是 拿永居的 不入国籍的 两头他妈比拿工资 啊 这边也绞尽 也他妈两头吃工资 吃两份 啊 那边吃低宝 日本那边吃低宝 这边呢 吃他妈的退休金 啊 对不对 两 吃两份 啊 然后呢 还有些呢 还在国内绞金呢 平时都在国内绞金 到时候也是要吃退休金的 啊 对不对 啊 然后 录了日本籍的 都还妈后悔 录日本籍了 啊 录美国籍的 身边有些西面的 一些稍微有点钞票的 从美国都回来了 啊 都回来了 啊 都现在都想到办法退籍 啊 因为 因为美国是他妈全球争争税的 就是我以前有 有一个马子 那个台 台湾的 啊 对吧 那个牛 他就是这个 这个 美国国籍 在中国赚钱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奇怪 天天他妈那个B1说美国好 但是在美国却没有合适的工作 然后在中国大陆 找到合适的工作 啊 每个月赚了几万块 对吧 然后呢 嗯 他还是要给美国政府缴税 哈哈哈哈 啊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 美国的这些华盛顿这帮人 你跟他们 他妈的搞脑子 他们 啊 天天就想着法子搞你 就像我一样的 因为美国公民在观看我的节目 我在美国播放的 啊 所有的 视频 要交30%的税给美国 啊 你想想看 哈哈哈哈 啊 所以说 而且主力的观众主要就是美国公民 看我节目的 海外的主力就是美国公民 在美国生活的 啊 所以你看我每个 我每个月 你看我现在在这里 B888 我给美国政府 我这里浇这么多水 啊 所以你 你想想看 啊 多么恐怖 是吧 啊 所以说再加上现在 你看 我说过那个红哥那个视频 只要贬低中国 说中国这那不好的 马上油管 语音识别功能 自动推算 啊 狂 发出去 流量大的很 对吧 像我们这一种的 啊 客观的报道 对吧 那那不给你什么流量 啊 他有意识的就是压制你 跑到两万 两万五 差不多了 不会再给你推了 啊 他就这么一个机制 中美关系越来越恶化 我们这些人啊 局限性就越来越大 啊 不过这也无所谓了 我说过 能有多少人看 就有多少人看 这个都无所谓啊 主要收入不是靠这个 这个 这个他妈弄点 啊 对吧 买两盒茶也喝喝泡泡水 就完事了 啊 你说说通过这个油管 想怎么怎么样 那是不可能的 啊 所以说呢 美国经济现在也不景气 广告投放力度也不到 啊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来讲一下啊 就是这个菲律宾跟这个韩国啊 先讲韩国 日媒呢 说以西越防美的 令韩国经济界呢 是很失望的 那么日本经济新闻 4月29日刊登题为 以西越防美 令韩国经济界失望的文章 全文的编摘如下 为了美韩首脑会谈上 关于经济安全领域的协议 韩国经济界的失望情绪正在增大 以西越政府虽然要求 美国政府放宽有关半导体的 严格管控措施 但没有取得明显成果 两国政府虽然将成立新的 磋商工作组 准备继续对话 但仍无法消除韩国企业的不安 美韩首脑会谈上 与安保同等重要的主要议题之一 是对中国的半导体限制问题 美国政府担心 中国积累半导体技术经验 于2022年10月 禁止向中国转让尖端半导体技术 由于在中国拥有半导体共产的 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和SK海力士公司 无法对其最佳投资 韩国政府向美国政府转达了忧虑 并一直进行着要求放宽限制的磋商 但是此次首领导会谈后 发表的联合声明 紧就相关问题表示 赞赏两国政府为消除企业忧虑而做出的努力 并且继续紧密磋商 以西约在记者会上说 班农总统表示 将不惜对韩国企业给予特别支持和照顾 但联合声明并没有写明美方具体的浪布措施 于以西约同行的清华台经济首席秘书表示 说到之间只有大框架 清华国具体部门负责将开始讨论 以便使韩国企业的设备投资不受影响 另一个焦点问题 就是电动汽车补贴方面 美国政府壁垒也很高 根据美国的通胀区切法案 目前税收优惠对象只有美国车 韩国现代汽车 集团的车型可能享受不到优惠 在二年五月 美国总统拜登访韩时 现代汽车表示将在美国投资一万亿日元 也就是说73亿美元了 此外 三星电子对于25日宣布于SK集团 共同在美国佐治亚州新建车载电子工厂 并投资50亿美元 不但向美国政府表示示好 虽然这些企业将有可能成为优待对象 但是美国政府优先考虑本国企业的做法 也增加了韩国企业的不信任情绪 开车以西悦辞访成果的是最新设立战略物资磋机制 据悉 双方将进行由总统直接管辖负责安保 高层的参加下一代核心新兴技术对话 以深化双边经济安全领域合作 也就是说 我们用大白话来讲 现在在电池领域 全球大哥大就是这个宁德时代 所以我说过福建人他妈的这个聪明才是用对地方了 就是很牛逼办的这些企业 然后呢 这个 他们三星跟什么海里斯美国要搞的这种什么厂子 其实就是要盖一间美国自己的宁德时代 但是呢 这个里面呢 就有就有很多这个问题的存在 很多问题的存在 因为之前你看郭台铭富士康那个厂在美国投资干嘛的 对不对 你看最后是不是打水漂了 最近两次 今天还有一个消息 美国的所谓这个半导体工厂 好像也是三星的吧 发生了火灾 发生了火灾 那也就是说 你看为什么他们要选在佐治亚洲啊 为什么他们要选在 亚利桑那州去开工厂啊 这两个州都是共和党的传统票仓 而现在美国大选这两个州都会成为摇摆州而投民主党 亚利桑那州跟这个佐治亚洲啊 这就是在最后 美国开票开的那么慢 这就是谈判许诺 就这个原因 大家明白吧 你看美国这种选票政治都完了这种地步了 那这种地方适合开场吗 我操 是不是啊 这种企业都是需要大量需要用水的 你他妈那个比佐治亚洲跟亚利桑那州有多少水啊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啊 都是他们的一些都的壁垒啊 所以美国要通过这种巧取豪夺的这种方式 这就不叫巧取 他妈就是抢劫 还都是在抢劫啊 那得说韩国企业就是你都到那边去投资吧 原来你在中国要投资这些投资就别投了呗 那在中国他花了多少力气 这些年三星SK在中国投资多少个亿 多少几百个亿 打水漂吗 啊 所以说 以需的到美国去给韩国带来啥好处 带来啥好处 现在 都是严重的赤字了 没中国市场都严重赤字了 还在这个地方装逼吗 老逼吗 啊 所以说你看美国到最后 啊 就像他的苏丹撤侨一样的 资本主义 要看你有没有利用价值 没有利用价值 去死吧 叛逃到美国去的很多国家的间谍 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政府 他们凭什么在养着你啊 养着你 就是大家族的钱少一分一厘 要你干嘛 远程操控 一台车子冲上悬崖吧 坐飞机 坠一击了 摔下来了 所以那些爱跪田 爱吹美国的 啊 贬低自己的祖国 母国的 啊 优着一点 啊 优着点 你在人家那里 是四等公民 啊 在国内 啊 是你是 啊 一等公民 懂吗 啊 所以说 不要老是来贬低自己的祖国 美国是一个大公司 首先要保证 股东的利益 啊 董事会的利益 是先要保证的 下面基层员工 派那些飞机去 苏丹去 这你们干嘛 都是要钞票的 我他妈花这个钱干啥 是不是 谢谢各位支持